打个飞滴去上班 什么时候能实现 从上海到苏州 原本是需要一个半小时的一个出行 那用我们这款EVITO 十来分钟就可以解决了 而且价格还是跟出车车一样的 从研发设计到零部件配套 长三角低空经济如何加速起飞 因为我们长三角本身 我们应用场景的需求也比较多 整体是可以打造成一个 低空应用示范的这样的一个 引领的一个区域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张静 今天我们继续关注 长三角区域产业链 创新链的深度融合 俗话说要想赴先修路 低空经济 这条在空中开辟出的新发展之路 已经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 角逐的新领域新赛道 2021年低空经济概念 首次被写入我国的国家规划中 2023年低空经济被提升至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4年低空经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在国家政策推动 巨大市场规模等多重因素叠加下 长三角三省一市密集入局 抢抓低空经济风口 万亿级低空经济如何被激活呢 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在一千米内的低空空域能做什么 在上海手机上点单 十几分钟后 无忍机便把现做的咖啡送到了顾客手中 在江苏无锡 游客乘坐直升机 在空中欣赏千亩花海和江南水相风貌 在浙江绍兴 一条由2024架无忍机编队组成的巨龙 在夜空飞舞 白天这些无忍机还能进行定时巡检 动态监测 执法检查 灾情研判 眼下 在长三角 低空经济正让生产生活更加立体 2024年被称为低空经济元年 在长三角 一条低空经济产业链条 正在加速形成 在浙江绍兴新昌县的万峰航空小镇里 一款钻石DA40飞机刚刚结束试飞 机库里整齐排列者的飞机 正是这家企业 要交付给国外客户的首批国产制造的飞机 我们本年度要交付澳大利亚 印度 加拿大 奥地利 一百多架飞机 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6年 这家企业十年前 开始涉足于通用航空领域 现在已经成长为中国通航产业 和低空经济领域的佼佼者 所谓低空经济 是指以低空无人机和有人机为基础 以运人 运货 特殊作业为目的 所有飞行 制造 维护 服务相关的综合产业链 低空有多高呢 距离地面垂直高度1000米以内 使地区特性和实际需求 可扩展至3000米以内的空域 通常被称为低空 刘建平介绍 他们已经设立了两个飞机设计研发中心 四个生产基地 拥有18款机型和4款发动机的知识产权 活塞固定翼通用飞机销售数量 位居全球前三 我们在这个新舱这个工厂里面生产的飞机 是我们一款在全球非常畅销的飞机 已经在全球卖出了4000多架 在国内呢 现在也是顾不应求 在飞机制造领域 发动机技术 被誉为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这款飞机上的180马力的四缸活塞发动机 目前在国内仍处于空白状态 企业正准备将它带到国内 来进行研发和生产 填补这项空白 就是在整个飞机制造这样一个领域头 在全球啊 一般来说 现在专业化的分工越来越细 我们现在这个钻石发动机呢 目前呢 它是在奥地利研发和生产 但我们最近呢 是准备把它啊 也要迅速的引领到国内来进行研发和生产 为了推广通用航空 这家企业的航空小镇 还推出了低空游览项目 游客乘坐通航小飞机 环游城市上空 俯瞰山川河流美景等等 游览项目已经推出 就获得不少游客的青睐 纷纷预约体验 那个我们这里呢 现在呢 推出呢 有空中堂石之路 比如说像天木山啊 小黄山啊 十九峰 这么几条线路 那么现在这条线路推出 一旦已经推出以后呢 广受各大旅游爱好者的 欢迎向俯瞰我们新仓的 丹霞地貌 美丽风光的这种情况 尽受眼底 如果说发展低空经济 就是把道路建到空中去 那么最适合在这条天空之路上 行驶的车辆 就是Evato Evato 中文全称 是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人们常将其称为空中出租车 或飞行汽车 赛迪顾问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3年 中国Evato产业规模达9.8亿元 同比增长77.3% 预计到2026年 中国Evato产业规模将达95亿元 在位于上海敏航的一家科技企业里 负责人黄雍威 正和工程师们 在仿真平台上 对自家研发的Devato 进行飞行品质测试 作为低空经济产业的细分领域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是当前最热门的赛道之一 从业者们看来 这在解决未来的地面交通压力 实现人和物 在城市 城际交通中的高效往来等方面 有着很大应用前景 打个比方说 我们从上海到苏州 原本是需要一个半小时的一个出行 那用我们这款Evato 十来分钟就可以解决了 而且价格还是跟出车车一样的 也就是说大家在出行 每公里每人 只需要三元到四元 这样一个平均价格 而且在速度上 会比出车车快的五倍 而要想实现这样的速度 续航和经济性 离不开技术的不断突破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分为多悬翼 复合翼 轻转悬翼等多种类型 其中轻转构型具有载重比高 飞行速度快 经济价值强等特性 但也是研发难度较大的一种 黄雅威的企业 黄雅威的企业于2021年成立 是国内顺先研发出轻转悬翼载人的Evato主机场 在2023年已经完成原型机首飞 这是黄雅威他们自主研发的五座载人Evato航空器120 这款飞机最大起飞重量达到2.4吨 设计航程200公里 巡航速度为每小时260公里 眼下公司的研发人员在成功实现试飞后 正在为这架飞机的试航取证做最后冲刺 在黄雅威看来 企业加速发展的背后 离不开长三角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协同优势带来的助力 也得益于我们在长三角这边 有更多的一些 不管是在航空的 还是在新能源的 或者是无人计算法的一些供应链的支持 我们不需要从零配件级别去做起 我们还是可以专注在整机的研发就好了 Evato的研发制造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黄雅威介绍说 他们研发的航空器 所使用的基载电子系统 复合材料 螺旋桨 动力电池等 大部分都就近取材 来自于长三角地区 距离黄雅威他们公司 仅40分钟车程 位于上海松江区的航空工业计算所 上海民机创新中心里 工程师们正在进行 航空器电子系统的研发测试 我们以前定型了很多产品 也拿到了不少的试航证 但是订单很少 今年以来我们的很多的 低空经济的这种航空器立向了 所以需要我们为它研制 基载的电子系统 所以我们今年的任务量增长 非常非常大 为了更好地满足迅速起飞的 低空经济 所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 咽下 胡林平他们正重点进行 智能计算 多模态人机交互 和智能感知规划 相关的技术和产品的研发 这个是人工智能的目标识别 这个是人工智能的视觉导航 这边这个产品 是我为Evato电动飞机 研发的综合显示系统 目前重点在做三维的地图和导航的融合功能 这台设备把Evato驾驶员所需要的 所有的信息都综合集成显示在一台设备上 非常的方便便捷直观 便于操作 低空经济产业链条长且附加之高 上游包含研发关键原材料 及核心零部件等 中游包含载荷系统 低空产品的设计与制造 以及地面系统等 下游应用 则包含城市交通 文旅 物流配送 应急管理等多方面 业内人士和专家看来 这些低空经济发展所需的丰厚科创资源 和产业链配套 以及广泛的应用场景 也是长三角地区的优势所在 就是我们常常要整个 因为低空经济 它和一个是民航这一块 还有特别和智能网联汽车 它有很多产业链是复用的 就是它不是完全推倒重来 各个地方我们是发挥 不同的这个产业链的基础 创新资源 还有这个资源禀赋啊 这样的优势 可以在这个低空经济的不同领域 包括不同环节 可以形成这个不同的优势 从而形成达到一个 整体的低空经济 这样的一个高地 同时在距离上海 400多公里的安徽合肥 一家公司的螺旋事业部里 一片繁忙 他们正在设计生产 EVITO的螺旋桨 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零部件 其实大有门道 一个依附螺旋桨 它怎么样就是在它不同高度 能够发挥它的这种最佳的性能 能够让飞机获得足够的推力 就是足够的这个效率 然后特别是无人机这一块 它要提升它的续航时间 所以对每一个 每一个效率点的提升 都是非常重要的 刘传超介绍 他们公司成立于2018年 起初只有他自己 带着几个人的技术团队 短短几年时间 公司就发展成为 一家年产值过亿元的 专精特新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背后 就是得益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跟随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 我们这个企业呢 后面我相信 可能会遇到更大的机遇 在低空经济产业 在无人机产业 这一块呢 我们还有更大的一个发展空间 如今 安徽合肥正在前瞻性 布局低空经济产业 积极培育壮大低空经济主体 截至目前 合肥集聚了低空经济企业 一百余家 初步形成及研发 制造 销售 运营 服务于一体的产业集群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长三角区与低空经济 相关产业迅猛发展 吸引了不少外地客户 前来洽谈合作 我们现在是超冲 超冲的话大概半个 20分钟到半个小时 能冲到80%以上 才可以继续飞 对 在江苏 苏州 昆山 这家科技公司最近十分忙碌 前来接洽参观的客户 络绎不绝 企业自主研发的 EVITO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最大起飞重量2.2吨 为5座座舱设计 它采用复合翼构型 可以像多悬翼航空器 或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飞 在空中完成转换飞行后 依靠固定翼飞行模式 水平巡航 首先是这个纯电动 纯电动可以让它的噪音降得很低 然后它的这个维护成本 维护难度降得很低 然后它可以垂直起降 不需要机场跑道 然后它还有这个自动驾驶的功能 可以说是完全自动驾驶的 这么一个航空器 它可以飞到一个多小时 可以单次充电飞到250.3公里以上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被认为是未来城市空中交通的重要解决方案 来自广西北海市银海区的代表团 就十分看好它的前景 和企业签下了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 正在沟通 尽快推进把这个相簿 把它在北海落地 北海它是一个流景区 桥港也是一个流景区 四个景区 把它放在景区里做空中游览 然后我们北海的话 它还有一个跨海海岛交通这一块 我们是比较多的一个应用场景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低空经济想要震翅高飞 离不开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力 长三角地区完备的产业链 为企业的研发生产 带来了发展先进 在很多的上游 我们可以寻找到很多 比较优秀优质的一些合作伙伴 比如说我们的符合材料 原材料的合作伙伴 就是来自丹阳的一家公司 它因为材料可以做到 非常高的一个强度 在保证航空气安全的前提下 它可以尽大程度的 节省航空气的重量 可以提高我们的航行的一个效率 当前随着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 轻量化航空气受到广泛关注 而作为航空气轻量化的关键材料 碳纤维凭借比强度高 比模量高和设计强等特点 被视为低空经济材料领域的核心增长点 谢家所提到的碳纤维材料 就来自江苏镇江这家企业 在这家纤维材料企业的生产车间 五条生产线开足马力 源源不断地生产出 被誉为黑黄金的高性能碳纤维 一根直径五微米的碳纤维 粗细相当于头发丝的十到十二分之一 比重不到钢的四分之一 强度却是钢的七至九倍 低空航空气上 机身螺旋桨等部位的生产制造 都离不开这种材料 在测试中心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的 新一批碳纤维材料 正在通过拉伸测试 经过精确的操作测量 碳纤维材料优异的力学性能 在仪器上直观展现 碳纤维服务材料主要是因为它的比强度比磨量比较高 那相对于传统的铝合金的结构来说 减重能达到30%以上 那在特定的部件上 它可以实现传统基础材料无法达到的这个性能 为我们这个低空经济的规模化的这个大批量的生产 然后我们提供了一套更加低成本的一个解决方案 早在2010年 这家企业就开始对低空航空器相关领域进行产业布局 除了生产高性能碳纤维织物和预浸料 近年来企业还在研发生产低空航空器关键部件的碳纤维产品 螺旋桨是航空器的关键核心部件 它的性能是决定航空器安全可靠的重要指标 螺旋桨桨业生产出来后 需要对外形轮廓进行6微米级精度的三座标测量 满足0.2毫米轮廓度要求 接着通过无损检测 探测质间内部是否有潜在损伤 刚才我们进行的是大型超声C扫描的 用水穿透法检测 然后我们通过设备当中的超声单元 来反映它的内部质量情况 因为它这个零件本身是一体的 我们要得出它本身里面是均匀的状态 如今这家企业生产的碳纤维产品 在通用飞机 大型无忍机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物流用运输无忍机等多个领域应用 一方面配合低空经济 在不同领域上面所需要的材料的性能 我们进一步的来开发和扩充 另外的话 也是在低空经济它所需要的成型支件上的工艺上 通过不同的工艺路线来实现更好的支件的性能 EVITO上天的前提是高性能动力电池的落地 作为EVITO成功商业运营的关键一环 动力电池需要具备高比能量、高比功率、高充放电速率、高安全性和高循环寿命 在江苏镇江一家动力电池企业的厂区内 记者看到 经过充电、焊接、封装、筑液、化成、静置 一片片软包动力电池就顺利完成 一道道工序在自动化、智能化、低碳化和柔性化标准的遵循下 迅速操作、有序进行 作为国内软包动力电池龙头企业之一 这家企业在成立之初就与航空器科创企业共同探索低空飞行的电动化 2023年搭载该企业动力电池的EVITO交付给终端客户 是全球首例EVITO商业合同履约交付 那么在长山脚呢 我们和很多投物企业都有合作 也获得了他们的定点 未来五年内我们也获得了很多潜在的 新兴的低空经济的公司的一个定点和一个兴趣 现在正和他们正在交谈阶下之中 在低空经济中 电池技术的角色至关重要 航空器的垂直起降 要求电池能支持高于3C的持续放电倍率 其次 电池的循环寿命和充电速度 影响着航空器的商业运营成本和营收 最后 安全性是航空器运行的核心 因此 性能成本和安全 是动力电池发展的铁三角 因为这个是一个新兴领域 那么无论从终端客户 还是从低空经济的飞机制造商 还是从我们的电池供应商 我们都是没有一个作业可以去抄的 那么我们通样要通过不断地创新 不断地深入理解 挖掘客户的潜在需求 去设在这些设计这样一个产品 江卫然介绍 动力电池经历了行业普遍看好 到如今产品同质化 价格竞争 愈发激烈的冰火两重考验 如何解决三大难题 他们将继续依托长三角 低空经济产业优势 围绕技术研发 多点布局产品线的发展思路 不断寻求更大突破 整个长三角地区有非常健全 和丰富的电池的上下游 供应链和产业链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 用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 完成我们的产品研发 甚至工业化 长三角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人才储备 持续为我们研发下一代的电池 开发下一代产品 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近年来 随着我国低空经济产业规模的 快速增长 长三角地区低空经济的 急剧效应已经凸显 一批批产业园 基地等相继落地开工 在江苏苏州太仓 一座占地2万平米的 无忍机超级智能工厂 正在加紧建设 现在整个的进度 就是我们所有的硬件部分 都已经搭建完成了 前期的搭建是需要人 后期这些产线出来之后 我们这个是无人化的 通过人工智能与无忍机结合 这家企业推出了行业内 首个全自主无人机巡检系统 这座新建的工厂 即研发设计生产测试 出货于一体 未来机器人将成为智能制造的主角 让这里成为无人化 智能化 数字化的吸灯工厂 全自主无人机巡检系统的生产效率 将比原来提升三十多倍 目前我们设计的生产周期时间 是十五分钟一台 预计是在今年的下半年 会做一个主要的量产 我们年产大概是在一万多台 将在这里实现大规模量产的 正是眼前这套无人机巡检设备 它停放无人机的全自动机场 有如一座宝莲灯 占地面积极小 莲花花瓣打开 无人机就如连心一般飞出 自主开展智能巡检工作 我们真正地做到了 让无人机变成无人机 可以全自主地通过我们的云平台 远程上百公里上千公里 控制我们的无人机 进行飞行作业 在这个小小的宝莲灯里面 我们的无人机可以自动更换 各种各样的传感器 比如白天用可见光 晚上用红外 还可以用喊花器 等等一系列的传感器 在里面自动更换 这一套无人机系统 通过前端的无人机 全自动机场 和后方的四维全息管控平台 实现协作 真正实现了全自主巡检 朱胜利介绍说 他们的公司2017年成立于北京 研发生产的无人机产品 主要应用于电力 新能源 消防应急 智慧城市等行业 而他们服务的客户 大部分在长三角区域 2023年 他们在苏州布局建设智能工厂 看重的正是长三角 在低空经济产业链上的发展优势 我们的主要的市场还是在长三角 像江苏是我们的目前为止 电力最大的一个市场 所以在这一个区域之内 我们拥有很好的供应链 然后我们有汽车的供应链 刚好跟我们的装备的供应链很匹配 同时我们的客户也离得很近 我们做运维 做供货也是非常方便的 根据相关研究数据 2023年 中国低空经济规模达到5060亿元 增速达到了33.8% 至2040年 全球低空出行产业规模 将达到万亿美元 其中我国将占据全球市场的四分之一 从风光游览到物流客运 从生产制造到空中急救 以空域优化为突破 以应用场景为牵引 长三角低空经济产业发展 正协同共进 逐步成长为我国低空经济产业 发展高地 因为我们朝天要本身这个人员流动 就人口本身就集聚 就是城际的物流 城际的商务 包括城际的旅游 应用场景的需求也比较多 有一些比如说药物冷链的 就是它对运输要求比较高 还有我们现在讲的比较多 比如说舟山的海鲜 直接可能几个小时 送到上海的这个餐桌上 低空的城市治理的这个场景 其实在长征家 也是比较丰富的 所以我觉得整体是可以打造成一个 低空应用示范的 这样的一个引领的一个区域 作为新制生产力的代表 发展低空经济 被誉为不能输掉的一场比赛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推动下 低空经济正成为当地产业规划的关键词 已经具备航空产业优势的 长三角地区积极布局低空赛道 相关产业及应用场景蓄势起飞 低空经济一头牵着制造业 一头连着数字经济新消费业态 蕴藏着推动产业升级及发新业态的巨大潜能 预计到2025年 低空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综合贡献值 将高达5万亿元 我们期待更多政策 技术管理配套不断完善 早日推动长三角低空经济 从展翅迈向腾飞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